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 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悲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 静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讲一下你们贵国的 马来同胞一件事情 对于我来说 我说我自己 我有点接受不了 其实这些事情,可能大家文化不同 究竟发生什么事 就是 来自贵国的一位 马来同胞 叫做 伊克马尔 他 日前 他母亲 就 走了 这个消息很突然 是突然的 突然接到他母亲 离世消息 于是 他 就是 心怀悲痛的 上午就送他母亲最后一程 即是白事 晚上 就立即结婚 晚上那个是不是心怀悲痛 这件事 我想问是不是他们 不介意 还是 是他们的特例 还是 传统习俗是这样 应该传统习俗不是这样 如果双方 新郎新娘和他们的家人全部同意的话 这个门槛很高,不一定做得到 我认为是可以 照去的 我没有想到全部竟然是会同意的 一天 一天是白红市一起做,早上是白市 晚上是白红市 那些心情的传统都挺激烈 对 对比太强烈了 因为他也说是 他妈妈突然之间是离开人生 这些没有思想准备下 突然之间离开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 我 没有那么快 从中可以 没错 但是 可能我们不可以 这位 马来蓬包 就可以 除了心情 要调色之外 还有 涉及一些 对 前辈 先人的尊重 其实 这个媒体报道的角度 是 赞他 看上去比较赞他 正面 没错 因为他说他心不怀着悲痛 决定 决定 决定就是早上送母亲 晚上就是遵守承诺 因为他认识的日子是结婚日子是结婚了 就是举办婚礼 使他 其实我都没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 老婆是感动不易 如果他老婆没问题 我觉得也没问题 很多 很多时 结婚 看起来就好像两个人的事 事实上是两家人的事 有很多 方面需要照顾他们的感受 但是 这个也算 很特别的例子 竟然可以谈得到 是的 不是 我相信 这些事情真的很少见 这是现实 所以 对 对 我只是说我自己 早上送完自己的自亲 晚上就喝了 因为你看到早上他 他是悲哀的 怎么也不会开心 对 其实看他们的 照片貌切 晚上那场你怎么也不会伤心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 我只是说我 做不到这个 这样的事情 一天之内 白红两士 是完完全全的 一天之内搞定 我是做不到 这个是 母亲突然离世 这个是 没有预计到 但是 你延期 什么那些是比较合理的 亦都不急在一时 如果是我们唐人 一般来说 婚礼就延期 甚至是几年 以前我听 我有个大陆亲戚说 为什么 你不拉迷 他说 爸爸 走了 因为 人家有些地方走了 你不知道要等一年 还是两年 才可以 扮起事 是吧 我们这里 可能就是大妈的福建人 才会 用这个 习惯 或者禁忌 就是这样 如果是 至亲那些离世了 一是 有两个选择 一是 九十日之内 三个月之内 就立即 习惯 结婚 一是 三年后才可以再搞 要三个月 要等三年 对 没错 我 旧同事曾经是这样的 在三个月之内 极速要安排 这个婚事 但是 你也知道 现在的 酒席 酒席三个月之内 都很难搞得到 除非是找一些 好家属 没有那么热门的地点 的餐厅 或者酒店 要么就叫道会 最后是搞来搞去 最后是搞道会 这个虽然搞得到 也算 招呼到 亲朋戚友 但是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他们原本想着 婚后就一起居住 但是新屋 三个月之内 真是搞不定 结果 双方仍是要在各自的 男方就跟他家人一起住 女方就在他租房的地方 继续住多一年多才可以搬入新屋 因为你知道 这位妻子 伊安娜 其实她就说很感动 伊安娜最近 说她和她丈夫 原定日前的旁晚举行婚礼 不料 她的家婆 在婚礼前突然之间 罩勢 就是 离开人世 导致她丈夫必须 在婚礼当天早上 就去 帮妈 送妈妈最后一程 因为据我所知道 他们是要 一个天数内 因为她是某宗教人士 是要快快脆脆地 即日 没错 即日 只可以这样做 但是 悲痛的这位男子 遇到丧母后 仍然坚守承诺 强忍悲痛在当天 娶她心爱的妻子过门 令妻子感动不意 她也说 感谢丈夫在面临巨大的考验时 仍然愿意完成婚礼 娶她为妻 同时承诺自己 将一直陪伴老公 杜永远 一起面对困难 短短几天 就累积了一百 几万的 感谢这个观看 不少的 网友 亦都 为这位男子 叫做 母母母后 离开人世之后 那么痛苦 依然坚持 履行 分约 其实 我有个疑问 其实她 不是那天 我相信她都会坚持 履行分约 是的 还有她们好像 放在的地方 我记得 好像是一些露天的地方 我记得 我也说过我有新加坡的 马来人朋友 好像在祖屋楼下放 没记错 哦 比较便宜 应该 但是要做申请 她有很多亲戚 因为还有一些马来人亲戚 坚持履行分约 很感动 这是永生难忘的日子 她的先生失去了 至爱的母亲同事 亦都上仓派了一位天使给你 亦都说 愿你们 一起面对考验 这样说 这些先生 当然你不知道 他是不是 之前的 arrangement 是什么 是 究竟 那个叫 盛宴是怎样搞 那 即是我就 如果是我 就算安排了婚礼 如果 当然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也是 退迟 真的没有心情 没有心情 也对的 你 两种东西 可以 同一天真的太近 如果你 另外一个 比如说一个月之后 还好一些 或者一个 一个星期 可以接受吗 一个星期都可以接受 但是 同一天 同一天 朝早早 朝早 晚上就 嘻哈哈 没错 要招呼客人 那些 不单只是新朗新娘 连客人 那些奔客 心情 好像很奇怪 没错 你说对 你说对 另外 说回婚礼 原来澳洲 有位女子的 叫 Isabella 他就和 他老公 举行一场 都是花费 5万澳币的婚礼 没 多久之后 因为他老公不是澳洲人 签证通过了 也是 密月期的夫妇非常开心 还是共进午晚餐 没想到 第二天回家时 就看到他老公不辞而别 几乎所有行李和私人物品都 都搬走 真是令到他很伤心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2015年 Isabella 就在德州 因为她老公是国人 认识了美籍的丈夫 两人很快躲入外河 18年 女子 搬回她乡下雪梨 一起生活 她的父母 亦打算 给全部 因为她家里也算不错 这个环境 就给了全部婚礼费用 5万元澳币 甚至老公 1万元澳币的签证费用 都是要她给的 如果大家协调好 可以的 大家谈调好 这是partner的签证 这个是partner的签证 Isabella 接受媒体访问时 我回家时 她90%的东西都不见了 亦没有办法登入 她老公的移民账户 信用卡 她转发了 手机和这个社交媒体 都被她老公封锁了 只可以 拜托共同朋友 和老公家人 帮忙联络 但始终找不到人 Isabella 起初没办法理解 为什么 先生没有解释之下 一走了之 现在 回想起来 确实多很多 事情 她说 例如 她 经常在夜晚消失 婚后相处 好像陌生人 在消失前的几天 亦都说 不如 我们 我很想搬去坤士兰州 因为现在很多人 搬来我们州 这些房子比较便宜 阳光与海滩 想买一间新屋 早建新家庭 神隐事件之后 其实 两个人唯一一次见面 就是2021年2月 南方就说 我很想单身 那么奇怪 原来 后来都很快 撑她 她 举办了婚姻 跟Isabella结婚 原来她已经去美国再婚了 那么快 拿来做一个房子 两边都不行 她就感慨了 她曾经是 我世界上最爱 我对她没有变过心 她压了所有人包括我 后来Isabella 提出离婚 现在已经走出了阴霾 跟一位青梅竹马的 朋友 叫Max 结婚 生了孩子 她也很快 也提醒大家不要盲目 尤其是 因为始终 你分居 因为外国人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好 但是 你对她有些底势 可能 不太了解清楚 所以 当然 这些很难说 无论你是什么人 都要小心 无论你是什么人 都要小心 反正 人生就是这样 你觉得可以走到最后的人 往往就不一定 好 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